我进了国家少年队 国家青年队 但是出来人特别少 你像他们打不好都要走吧 那他像他这位他有会被淘汰吗 就是我根本打防不了你 你随便打我 那我出来肯定用你 就是淘汰的就淘汰了 但是留下的就是最强的 这些的制度没有 就是淘汰率那么高 我觉得 走很多人 你看到出来的已经是已经很稳了 你看你认识那些人已经很稳了 你可能有真的是有一个别的地方 人家能吃苦做到了 你没有做到 你付出一些东西 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回报 热爱打败一切真的是 对热爱打败一切 黄总 减少失误 到球场我会 两年莫光 莫火 哎 干啥呢 哎 你去考一下 不管是 平常 还是训练 打比赛就要赢 你是老的也好 你是什么什么年轻的也好 我就要去赢你 你就要有这个劲头之后 我才能能打得出来 到球场我就要争胜 我们要赢未来 让北京成为最好的敌衡 怎么看待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一个人生活蛮简单的 就真的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就找找到你自己想要做的兴趣 让你自己往那个目标前进 你有在动 有在生活嘛 对 然后你该干嘛 该休息就休息 然后该上班就上班 至少你都有热情 在这个人生活中 就很重要 在别人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 有没有产生过负面情绪 都是怎么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啊 就是只要回到家 然后安静的待一会 然后其实喝一点小酒 如果一下小小的微薰 是可以让自己真正的放手 把自己换给自己的时间很重要 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 找到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解除自己的负面情绪 哇 后面这段还挺感动的感觉 啊 王大陆就是去之前都没有睡好觉 是不是 对啊 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件事情 喜欢就不觉得累 所有坚持的努力你就不要坚持了 因为真正的努力是不需要坚持的 因为你热爱他 因为你很享受 刚才那个队一不是说了一句特别好 就是给大家听完之后很心疼的话 是吧 就是说 奥运冠军就是一篮的鸡蛋 砸墙上没碎的那一个 就是最强的那个嘛 他必须是最强 还是得是最幸运 对对 刚刚我刷手机看到了这个男孩 就是一个那个独臂的一个男生 来自广东的 然后他打篮球 他因为也是热爱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真的很感人 哇 哇 哇 这个他就感觉跟给我两只手一样 哇好厉害 哇 单手很难平衡啊 太牛了 哦 等一下两只手一样 打破他 这个太多了 啊 哇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